有人评论质疑我 说真正的程序员哪有时间拍视频剪辑 我想他可能没有看到我报销时的发票 也没有看到晚上11点我们还在工作的声音 程序员确实有时下班很晚 现在是晚上11点 都还有同事坚守在工作岗位 但是我们也会有下班的时候呀 例如在路上的时间 有人可能会问 都这么晚下班了 还要剪辑视频 为什么要这么累 因为我想生活中总会有一些 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的瞬间 而我只不过想让这些瞬间 记录到我的手机 翻看的时候 我知道我去过欢乐谷 汽车博物馆 失恋博物馆 还爬过张家杰 看过张家杰的玻璃桥 和我老婆一起去厦门看日出 日落 去古浪与达卡 去平潭岛看海 吹海风 平潭岛是最接近 宝岛台湾的地方 还去了枸杞岛 苏州作证员 带我爸妈在上海外滩打卡留念 南京路步行街抓牌我爸抽烟 带我爸妈去东海观音庙 在城隍庙跨年 我们的故事有很多很多 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 工作在忙也不能忘记记录生活中那些美好 我们下期见